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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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我是Jayta-chan 我是Jayta-chan 今天我們在網上看過 謝謝 大家看今天我們文當穿了西裝 今天只是休日 那為什麼文當在假日穿西裝呢? 因為這支影片 我們請到一個特別來賓 那位特別來賓說 他一直很想要買日本的西裝 那就由我們文當來為他做介紹 那我們歡迎特別來賓 卡克 耶 跟大家說 因為呢 我呢 從來沒有當過就是上班族 所以我一直在穿西裝的一個憧憬 而且我看每次就是 入獎都會發說 文當穿西裝好像特別好看 所以呢 今天就想要由專業的日本男生 來幫我看如何挑西裝 而且呢 因為呢 我覺得台灣很多男生的西裝 可能就是會比較寬鬆 或是沒有那麼合身 很多人都會覺得說 為什麼來日本 看日本人在穿西裝 都特別好看呢 就要打破這個名字 麻煩了 麻煩了 我們今天來到的一個店叫做 所以我們對這裡也是 算常客 對對對 你喜歡嗎 沒有 黑色 沒有 因為我覺得 黑色有點太正式 今天就挑戰一下 對 對 我老公想要問你說 那你買西裝的話 你會在什麼場合穿 黑色 黑色 我們還有一些出席活動 比較正式的場合 但是我今天為此 我穿的就是非常的觀光客 對不對 對 我們卡特今天穿得很隨性 基本上 我覺得在路上看到日本人 很少人穿短褲 我們今天有一個角色設定 就是剛文當 他自己擅自把我設定成 新入社員 前輩的姿態喔 那我們現在要問店員 就看看 店員等一下要幫我挑什麼 有一個推薦嗎 你覺得推薦嗎 對 對 最涼的東西 這個地方 可以有一個公司 可以嗎 有一個公司 有一個公司 通年用 通年用 通年用的話 這個地方可以選擇 但這個地方可以選擇 100個的材料 比較上色 所以我認為 那邊也可以選擇 你選擇 1075個 1075個 175個 對 我希望可以測量 所以 天啊 我覺得卡特好少女星 好可愛喔 我第一次 有點緊張 72個 所以 這個 78個 這個大小 問題 因為我覺得 在台灣的話 就不會分到 你還會幫你量 這樣子的感覺 卡特非常緊張 欸 很有西裝定制的感覺 可是其實這個 不貴 對不對 對 他們就是比較日常的款式 37個 84個 可以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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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特現在要換上 他們店家為他準備的白襯衫 然後白襯衫換完之後 再幫他選外面的夾克 在卡特換衣服的時候呢 給大家看一下 他們這裡也有救活的宣傳單 救活就是救職活動 那日本的救職活動都要穿西裝嘛 給大家看 這個呢就是基本的 救職活動的時候 大家女生的穿著會穿這樣 我覺得救職活動真的是 日本蠻特別的一個文化 大家如果在差不多 1月到3月來日本的話 應該會在路上看到很多 像這樣子打扮的 日本學生 哇 果然男生穿襯衫的感覺就是不一樣欸 Style 沒有沒有 沒有沒有 就是比較正式 沒有沒有 就是比較正式 現在因為那個扣子是沒有扣起來 所以看起來會更長一點 那把它扣起來的話 會再比剛才的長度還要更短 那麽比剛才的長度還要更短 對 剛才店員跟我們說明 這一套西裝呢 本身就是設計給身材 看起來比較Slim的人 就是很修長的人 所以他就說 這個形狀你看 應該是蠻漂亮的 那有沒有 穿西裝注意的地方 可以問一下 啊 取扱 に関しては 例えばこの生地 ウールとポリエステルが今後の生地になるので 連続であまり着用しない方が あの パンツとかはより長持ちするので 基本的にスーツ 一日きていただいたら 一日はご寝かしておいて でもその次の日に にきれとか大丈夫なんですけど あまりこう 毎日毎日きていただくと 結構すぐ生地炒んでしまうので なるほど それだけ注意していただければ はい そちらも2パンツでパンツ2本はついているので スーツを吐き回していただければ 全然問題もないので 現在卡特在換衣服 跟大家說明一下 我覺得他們試穿很酷的地方是 他們試穿用的皮帶超級長 而且有超多洞的 就是因為要因應客人各種不同的體型 那不同的體型 客人也都可以試穿 這裡面有一個防滑的菜 他說一般這個是要加錢的也不會有 但是就是這一套是本來就有付 然後他可以防止你的襯衫 滑下去 對 這是卡特現在試穿的第二套 褲子的部分 你覺得這個尺寸跟你比較合嗎? 還是因為有防滑的關係 就覺得好像沒有這麼大 我覺得這個比較適合你去參加活動耶 就是比較活潑一點點 日本的話呢 都是說這個多出來的部分 差不多是一公分 是最完美的 就看起來最好看的 然後我想要問說 我們剛剛平常就是 會不會上班的時候會塞手帕 因為你知道有一些日劇 那個部長就會塞那麼多花槍的時候 那他這樣就說 啊 我的舌頭這麼多 差點放在哪裡 可以問這個店員說 放在這邊有什麼意義嗎? 反骨汁是基本 例如在天吹的時候 使用的 基本就是在這邊的手袋裡 放在這邊 其他地方就說 不是反骨汁 放在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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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別是沒有 因為那個背心 是有什麼意義? 或是什麼時候 需要穿背心呢? 對 對 很華麗的印象 所以 穿得很華麗的 比較長的衣服 所以 我本來的商業 其實也覺得 沒辦法來 我們現在幫卡克做最多大舉手 我覺得這個風格會很膩 而且它有光澤感 看起來整體的質感 真的嗎? 因為我自己也覺得 你很適合混色耶 所以它我覺得比較偏 就是日常穿也可以 因為它就是一個 有點現代 然後又沒有那麼整實 而且它是有點寬穩 有一些韓系的那種衣服 也會做這種感覺 那我想要問 文章 第一次穿西裝什麼時候? 就一般來想說 大學的時候 會買人身體頭 對 然後就有很多日本的爸媽 會帶他們的小孩 就小孩 就職活動之前就一起來買 那店員跟我們說 我要講日本上班族的話 都是這個顏色 會更日本上班族的感覺 但是因為卡特的皮膚是偏白的 過年比較常拍攝的話 這一款的話 拍起來很漂亮 因為卡特現在就確定想要買這一套 所以現在店員在幫卡特看 有沒有哪裡需要調整的 現在店員說 如果我們只要改長度的話 今天就可以幫我們改好 就可以拿到全新的西裝了 現在要幫卡特量他的腰圍 現在卡特要選襯衫 但是襯衫花紋真的太多了 不知道怎麼選 而且我跟大家說 我發現 其實不要選全白的 因為全白看起來會有一點 太平了 所以我覺得大家可以選那種 有一點細 或是有一點稍微格紋一點的材質啊 像我老公選的就是這一種 是比較有一點紋路的 是比較有一點紋路的 這種會比較厚嗎? 沒有 不太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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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白色或水色系 也不太厚 不太厚 而且這一件的話呢 是四千九日幣 所以我覺得好像OK 因為襯衫本來就是一個必要的 小好品 因為穿了久了 你就可能會起毛球 或是黃掉也會需要換 文當平常多久都會滿新的襯衫 但是我還不... 一直都穿著嗎? 一直都穿著 這樣就直接選擇 用漂白剤 店員從我們剛才聊天的時候 幫卡特選了幾個款式 太用心了 這店不是就四千九嗎? 怎麼感覺萬花了四萬九 你好像還買精品一樣 這服我很好笑的喔 但是我在台灣的話 就沒什麼在看 我就會洗這邊看 這個這個這樣 自己亂配這樣 不一樣的感覺 那我們今天主要看的 都是男裝的部分 但其實這一家店啊 還有另外一半 都是女裝的 只是我們今天沒進去 因為我一開始來日本 找工作的時候 我不知道西裝真的很重要 很重要的這些事情 因為台灣比較free嘛 這雖然有看一些書 可是到最後就是我自己 準備了西裝 還是不太符合日本智商的規則 所以大家如果來日本 要求職的話 就一定要很仔細的 問學校的老師 或是問前輩 然後或者是來像這樣的地方 請他們直接幫你搭一整套 會更好這樣子 現在呢 因為我老公也要買襯衫 所以店員也來幫他測量一下 現在卡特在買鞋子 那剛才店員跟我們說 基本上鞋子跟皮帶就是一組的 基本上是一組的顏色的話 看起來會比較協調 那剛才店員跟卡特說 他剛才買那個西裝的話 建議是選黑色或咖啡色的鞋子 例如紐鞋子 比較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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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老闆 這類型的顏色 比較平衡 我現在也穿著 這類型的顏色 這類型的顏色 基本上是 兩種顏色的顏色 所以像現在卡特穿這樣 可以搭配咖啡色 或者是深藍色的襪子 好 大家現在我們卡特已經買完了 給大家看我們卡特最後的樣子 我個人是覺得超好看的 就店員真的很專業 還蠻會推薦的 給大家看一下 真的不是業配喔 再強調一次 開始 開始 所以我們可以搭配咖啡色 所以我們可以搭配咖啡色 就要搭配咖啡色 然後我們可以搭配咖啡色 我覺得他剛剛講的 頭頭是道 對 我也覺得 可是其實從頭到尾都是店員幫忙一起搭的 聞到講的好像是他自己搭的一樣 我覺得其實 就是整體板下 一萬多左右 然後可以把它解決掉我這一整套 從我的襯衫 然後外套 褲子 鞋子 這樣一整套下來 我覺得在這邊 因為呢 西裝對日本人來講 就是已經稀鬆平常的一件事 再加上 他們所有的入職生 錢都會先來買西裝 所以等於說 他們很常會服務到一些年輕的客人這樣 所以我覺得大家 也可以趁這個機會 如果有機會來日本的話 我覺得可以試試看那個體驗 而且我覺得他其實就很像訂製了 他可以依據卡特 就是手長啊 還有腰圍那些東西 直接幫他重訂 那有一些東西 可能不是當天可以拿到的 但是幾乎都是一個禮拜可以拿到 會依照每家店不一樣 那歡迎大家來留言 跟我們說 你對卡特這一套西裝的看法 好 那我們再謝謝一隻卡特 謝謝卡特 那卡特的頻道呢 都有拍各式各樣的影片 真的是包羅萬象 什麼都有 不管是精品啊 還是食物 卡特被稱為美食部長 那還有很多跟日本有關的影片 還有其他國家的 大家有興趣都可以去看一下下 他有跟Ru醬一起拍的 對對對 我們還有一起拍影片 我覺得今天 其實剛剛有種感覺 好像今天是被爸爸媽媽帶來買西裝的小朋友 對真的有這種感覺 欸如果你們一會有小孩的話 就是可不可以帶兒子或女兒來買西裝 就是這種感覺 對耶 八條西裝 好 那謝謝大家看我們這支影片 那如果呢 大家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可以按讚留言 然後也歡迎大家 訂閱我們的頻道 下支影片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掰掰 掰掰 下支影片